花莲蓝亭大会全国赛在花莲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今年约有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写好手 共同参与硬笔书法毛笔书法的盛会 蓝亭两字出至东晋书胜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取其文雅人士共居一堂一字会友之意 邀请全国群贤老少集聚花莲写字切磋 蓝亭两个字字典出东晋书胜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取其文人雅士共居一堂 以致会友之意邀请全国群贤少年 取决花莲写字切磋 现在学生会向来关心学童品德教育 推动现在的读经风气年年举办蓝亭大会 数学字含揚学子正确的学习态度 鼓励大家种族在写字的时间里 享受数学的美感 进一步让写字成为每个人的日常 通过进行书写学习汉字的结构 协调均衬 在把字写好的养成过程当中 更能够培养专注力耐力 现在人更能够培养专注力以及耐力 现在人多使用电脑打字 借由蓝亭大会的办理 让写字从根基做起 鼓励大家专注在写字的时间里 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美感 记得继续华莲导